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易更頻道和大家看香港新聞 香港那片現在傳一個消息 特區政府爭取恢復深圳居民的一簽多行 而且零售業界當了一簽多行救命稻草 但是這個一簽多行到底能不能夠幫到香港經濟復甦 和一簽多行又會有什麼問題呢?我們一齊睇睇睇 香港和內地現在全面通關之後,旅客人數不似預期 有消息就說政府現在和內地當局商討恢復開放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 來到香港的措施去爭取更加多的內地旅客來香港消費 而香港人北上的熱潮是講得上持續緊的 每個星期南下北上的人數相差最少10萬 這裏其實都可以講一講的 香港現在北上的數字還未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即是說現在北上的數字是可以更加之多的 但是北上的人數沒有疫情前那麽多 但是經濟都差了那麽多 就是不願意去香港消費 有消息說政府就現在爭取和內地恢復開放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的離香港措施 香港零售業界的議員就說支持落實相關措施 因為現在市民就喜歡北上消費 令到好多零售店鋪和餐廳都做不住 需要旅客來香港消費去維持生計 同強調香港業界的服務質素需要提升 同挖掘新的吸引點才可以持續吸引旅客來香港 他相信舉辦不同活動、演唱會 就譬如好似美斯坊講這些活動就可以吸引各地旅客來香港 但是他剛才講到搞活動 始終活動來講是一個叫做興奮劑 興奮劑你能不能夠日日用是不能夠的 那即是說你要持續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要令到那些旅客肯自己自發性來到香港 你如果不能夠做到這一件事的話 你假活動只能夠是活動的前後一兩日或者正日 是有人來香港玩咯 那你覺得作用大不大呢 還有一點就是現在可能是大陸那班人 那班女客他的消費習慣不同了 我之前都講過澳門為例了 現在來澳門你見到好似好多的女客 但是那個賭收數字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好明顯就是現在來澳門的旅客 其實好多都是所謂的特種兵來的 這些旅遊特種兵消費不高的 還有其實之前亦都有同大家去跟進過香港方面的資訊 那就是亦都有一班旅遊特種兵去到香港那裏 研究怎樣在香港不用錢去過夜 甚至乎他們做麥爛民的 以前有沒有這樣的旅客去做這樣的研究呢 這一些這樣的特種兵的出現 其實就已經證明現在的旅客質素是大不如前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說開一千多行 那來到的人會是些什麽人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的 你有錢會不會常來香港呢 來香港到底有些什麽買 有些什麽感吸引你呢 因為其實現在大部分的東西 你在大陸呀淘寶呀網購呀 基本上你都可以找得到 跟香港的質素一模一樣的了 那香港是少了這一刻 因爲疫情是改變了那班商家 令到他們放了些東西上網 某程度上是傷害著營秀業的 那另外餐飲業的代表亦都講到 我相信推出一千多行是可以吸引到更多 不同類型的旅客來到香港啦 就説對措施表示歡迎 就説現在業界不少的餐飲業 是處於水深火熱當中 需要旅客或者本地人在香港消費 不過他又強調啦 香港飲食業界在服務品質上需要提升 如果不是價格好過香港 服務好過香港 你怎同人爭呀 和他提到香港呢 需要想出新概念的餐廳吸引人流 那説得好呀 新概念的餐廳 但是其實呢 我們不説説這一個新概念先 你只是租金 香港的租金世界數一數二 你做這個新概念的話 你要投資多少錢呢 你指點江山當然容易啦 因爲出錢的不是你嘛 但是如果個個都出來開新概念餐廳 他們有沒有那麼多錢可以虧呀 曾經聽過一些餐飲業的朋友 在説 我在香港做餐飲業 頭20到25日 就是跑個租金人工 剩下幾日才有機會是自己賺的 那即是説租金基本上已經是 扼殺了很多餐飲業的發展的了 這一個情況健不健康呢 好啦 跟著下來就説説一簽多行的壞處 就是水客問題嚴重 原來一簽多行當年是試過的 但是由於水客問題 就令到2015年就要變成一週一行 看回當年的情況 當年2014年6月就向中央政府提出 以一週一行去替代一簽多行的政策 中央政府在2015年4月宣佈暫停簽法一簽多行 就改了做簽法一週一行 拿著簽證的人士每個禮拜一到禮拜日 只可以來香港一次 其實這一個水貨問題 你如果是一簽多行是無可避免的 還有這樣説 如果是一簽多行出了來的話 水貨客會是非常之狼死的 會變成一個什麼情況呢 會變成香港那一個南下的旅客數字非常之漂亮 但是啦 這些這麼漂亮的數字背後 是為香港帶來不到任何消費力 甚至乎他們一簽多行是去香港賺食的 譬如做乞衣啊 街頭表演啊 東邪西獨南帝北蓋 在街上握東西 然後過來做借錢檔啊 甚至乎可能治安都有問題 那麼追求這一個數字漂亮 其實又有沒有用呢 因為這些政策一推行了 你不能夠朝令夕改的 不是說你見到不對勞可以馬上縮的 你要有個緩衝期的 還有 你只是深圳的一簽多行 那深圳當地的消費力又夠不夠勁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只是靠大灣區的旅客 可能消費能力不足 你去香港一簽多行 你有什麼事是會故意過來香港啊 即是我今天過來香港 我吃A區的茶餐廳 或者A區的餐廳 然後我第二天再過來我吃B區的東西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呢 不要說深圳的人 就算澳門的人都好少會這樣做 香港基本的人都未必會啦 那天天過來一簽多行 來香港到底做什麼呢 那肯定就是來賺食了 除了賺食我想不到有什麼吸引到人 要天天過來 那就是代購、水貨這些是最多 那還有我告訴你 你如果是一簽多行的話 你在香港現在有個新興行業 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反向代購 你這些反向代購 你都不用意做 人家的價比你便宜比你賤 你想下啊 港內卷 香港人夠大陸卷嗎 你香港收的價 大陸可以收得比你更加便宜 你香港人做反向代購 現在的人數不會好高 但是如果你一簽多行做出來的話 我告訴你呀 這班人見到這樣賺到錢一簽多行的 他們全部會齊齊去做反向代購 你們方便得過他嗎 他們在大陸是駕私家車去買的 那下來香港就拉了一架好大架的手拉車 一車野車曬過來 哪夠他們玩呀 那大鑼啦 來到香港一簽多行的 又不來消費 又只是來做手水貨 然後還搶你做反向代購的機會 那跟著啦 你做代購都搞不定呀 他又自己做完一份 那所以只是深圳開放一簽多行 這一個這樣的政策 我個人就不太太好了 那如果餐飲業界當他是救命杜草的話 那可能有機會要失望 因為做生意 你不能夠將自己的希望 擺在別人的手上 而且這個一簽多行 你不知道效果是怎樣的 第一個月未見到效果 那你其實已經本身想著是倒閉邊緣的啦 怎知出了一簽多行 你繼續頂多幾個月 那結果你頂頂下 你頂死了自己咯 那好啦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那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那你認為啦 只是開放深圳的一簽多行 夠不夠到香港的本土經濟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下集見啦 還有記得訂閱和按LIKE我這條片啦 下集見 拜拜